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7月14日 星期三 這一節就是一節特發新聞 話說 不是特發到說是即晚發生的 這一兩天內發生的事件 網上 有條影片流傳 那麽就是 似乎就是一些藍絲 藍媒 故意分享出來的事件 連同這兩天發生 在英國 在英格蘭對意大利的賽事之後發生的事 整班藍媒就是正如本台的預期 就好像魚獲至寶一樣 不斷 藉著英格蘭球迷搞事 乘機攻擊英國 那一條在網上流傳的影片是說甚麼的呢 原來就在說兩個香港人 疑似 影片的出處是不明的 解像度是相當之低 到底 是不是真的 在英國以及是不是真的在倫敦發生呢 這個就是 不得而知 根據影片的內容 就這樣看上去就像是 似乎真的好像在英國 跟一個 鬼佬吵架 然後還大打出手 根據影片的內容聽得不太清楚 根據影片就是 有個女士在裏面大叫 I'm from Hong Kong 這就是藍媒最喜歡出現的畫面 不停抹黑 移民的人 不停叫人們不要移民 先說結果 要從這件事多方探討 到底 這條影片 真實性是多少 第二 遇到鬼佬 也要知道 前因後果才可以 分析 因為到底是基於甚麼原因 基於甚麼原因跟鬼佬吵架被人打呢 按照這條影片 這條影片是充滿了很多誤導的地方 所以我們作為媒體和分析 一定要抽屍剝繭 作為調查報告 調查報道 Investigative Reporting 我們也希望新聞部同事可以參考 我們 不是一定要記者說要在現場 採訪兩個人 這樣才為止報導 單是用邏輯 多方論證 質疑他 好像一篇議論文 又或者好像一個 偵探去調查一件事 這樣已經是一個報導的手法 這條影片充滿著很多疑問 首先我們看到那個吵架 就是由一個 疑似 中國人或者香港人的男子 跟那個鬼佬吵架 當中也有一個 似乎是黑人的人 因為畫面看得不清 畫面的解像度相當之低 似乎是中東裔的人 或是一個黑人 將他們 嘗試分隔開 似乎 應該這兩個人 如果詳細看看 可能他們本身 是認識的 又或者可能本身就站在同一個位置 甚至乎隔離這個位置 可能是一個酒吧 然後兩個人就發生推撞 然後大打出手 站在馬路那裏 從這個背景去推測 從那個紅色的巴士 因為馬路上面有一個紅色的巴士 似乎真的是一個英國雙層巴士的標誌 有理由相信真的是在英國發生 然後有個女子跑出去這個馬路 幫她似乎這個男性的朋友 去打這個鬼佬 這個舉動 這個女子是香港人 其實我們就這樣看下去 從影片觀察 其實是不像的 絕大部分 香港的女士都不會動手 一看到打架就會衝過去 打鬼佬 通常這些做法 就是中國大陸 雙雪秋 比利時駐韓大使 她老婆 練太極權 最喜歡做的事 我們看過無數的影片 那些女人會打架 動手 9成9 多數 多數都來自中國大陸 所以其實本身這條影片 你說那個女士大叫I'm from Hong Kong 這一句 我保留到其實她真的有這樣說 因為根本 影片裏面就是很模糊 這條影片最後根本就是來自中國大陸 叫人們關注 轉發 點讚 首先 上載整條影片 根本就很明顯是一個 親共 藍絲 又或者是五毛小粉紅 會拍到一條影片 拍到香港人無端端被鬼佬打 這條影片的標題是誤導的 說香港人 在倫敦被襲擊 這個說法根本完全是錯誤 整條影片 最大的可能性根本那兩個動手和被人打 根本就是中國人 也是因為這樣 所以在微博上面傳 這些五毛和小粉紅率才能獲得這條影片 做假新聞 最厲害的就是他們 每次 之前 遊行發生的那些影片 那些暴力畫面 又或者根本 在香港不是在香港發生的影片 大陸的微博就瘋傳 然後就說香港人是暴徒 現在整件事照版主碗 要抹黑的對象不是香港人 不是大陸人 而是針對著在倫敦的鬼佬 所以如果詳細分析 你就會發現整條影片跟標題說的話 完全不相符 裡面 很明顯就是有兩個中國籍的人士 跟一個鬼佬在吵架 跟著還在馬路邊大打出手 根據那條畫面裏面 看到紅色的雙層巴士經過 確實 因為他們吵架的內容似乎說英文 在英國的機會相當之高 這條影片是何時發生的呢 不得而知 但是這兩天 中國大陸 五毛小粉紅 藍絲的主旋率 就是要繼續抹黑英國 說英國人 就很暴淚 這個是他們 這幾天的agenda 好 看看那些建制藍絲 KOL還有一些政治客 政客有些甚麼說 葉劉淑儀 就說 英格蘭輸波 英國球迷騷亂有感 叫人移居外地 要三思而行 好 其實我也未想讀你一篇文 我就想問你一個問題 喂 有幾可 歐洲國家杯在英國舉辦 還要英國是入到決賽的呢 我真的很想問葉劉淑儀 有甚麼地方要三思呢 其實 英國是歷史性打入歐洲國家杯的決賽 基本上之前也沒有試過 英格蘭球迷也不是第一日新聞來的啦 英格蘭球迷暴動 幾十年新聞來的啦 你現在才發現 你現在才發現英格蘭危險 你不去看波就不危險了 有甚麼危險 那天有甚麼事發生 最多就是整地垃圾 然後有一些 場外球迷 在溫布萊球場 衝進球場 閘裡面而已 不是球場裡面 不是那個 草坪上面 是建築物裡面 現場有大量的警察 有防暴 有保安在這裏 還有 球迷 打架 球迷騷亂 這裏當作是吃生菜 這裡發生了N次了 有甚麼危險呀 想請問 危險得過在香港被警察打 球迷也叫做 扔水瓶而已 香港警察 開槍的 射催淚彈 那些是火力來的 用雷鳴燈 用雷鳴燈散彈槍 指援市民 還有水炮車在衝來衝去 見人就射 射藍色水 還有 國安在那裏殺人 還有扔人下樓 有甚麼危險得過在香港 這班藍絲 五毛就是如窩至寶 我都說的啦 其實我真的不要誣衊他們 他們 他們想法 白癡和弱智的思維 其實你真的可以隨時預計到 英國其實我那晚看完球賽 看到那些人騷亂 我已經知道那些藍絲一定說了 繼續乘機抹黑英國 結果 我的預測就是100%準確 因為這班廢柴 其實真的沒有話可說的 是不是 拿個放大鏡 拿個顯微鏡 放大你們的東西 然後又抹黑英國 你又給那些高官子女 去外國讀書 英國很危險 別來啦 整篇文章說了一大輪 看到 失控球迷的騷亂 互相嘔鬥 特別是在倫敦 一定是在倫敦 那場比賽在倫敦發生 溫暴來球場 是不是 有甚麼危險 說真的 有一段時間還沒到英國 說種族歧視 說歧視 以及這裏的社會問題 你又不了解 說暴力 坦白說 你不如先抹黑了美國 美國 每次開槍 更危險 所以一宗 黑人被警察殺死 就大做文章了 連中國 大陸外交部瘋狂出來說這件事 他們無從反擊 簡單來說 這些垃圾 所以唯有屈得屈得屈得 是不是都上綱上線 每一樣東西都說到很嚴重 英國很危險 整篇 葉劉淑儀的文章就叫人家 拿BNO移民英國 想清楚啦 那裏很危險 以為有更加自由的生活 其實我覺得他們十分天真 我真的覺得你十分天真 說這些話 我寧願 被球迷攻擊 比 一班香港的暴徒 拿著棍 衝入地鐵站 等車都被人打 在車廂 搭車走過 然後有一班白衣人 拿著木棍衝進來 見人就打 香港危險很多 還有另一個 又是在乘地鐵 好像 特種部隊那樣的人 穿著頭盔 拿著武器 拿著射燈衝進來打人 周圍見人就噴胡椒噴霧 那些香港警察是不是更恐怖 有甚麼恐怖的香港 然後他們又發瘋了 他們一 抹黑英國人 抹黑白人很歧視 很暴力 第二件事就是長期說你們找不到工作 你適合一個地方 你移民過去 你是專業人士 你找不到工作 幾個月 有甚麼問題 這是最正常的事來的 你試一下叫那個外國 移民過來香港 移民過來中國大陸 他是專業人士 會不會一過來 除了一開始有人聘請他之外 他會不會無端過來 會不會忽然間可以找到工作呢 其實那麼快 正常用常理 你也知道 任何人 要移到一個地方 你是工程師 你是專業人士 當然是沒有那麼快 會找到工作 這些根本不是國家的問題來的 其實任何人要移民的時候 去一個新的地方 都有一段時間需要適應 最好笑的是 你們經常叫人回大灣區 你知不知道大灣區有多少人失業 你知不知道中國大陸裏面多少廠倒閉了 所以整件事件就是抹黑 基本上就是無中生有 那條片的真偽 我也很肯定 其實根本 並不如那條標題所說 I'm from Hong Kong 我反覆也聽了很多次 根本就不存在這件事 當然也要告訴大家 假如 任何人 在這個地方 如果因為 這裏的人 誤會你是中國人 說你是Fucking Chinese 大家 當然要告訴他 I'm from Hong Kong 這個是一定要告訴他 如果你告訴他 他依然繼續針對著你的話 這個就是一個問題 那就要視乎情況 到底他是否因為誤會你是Chinese 所以針對你呢 如果你說香港還要針對你 很簡單 不需要有甚麼強大國家在背後的 他動手 你就動手 我們一向主張這件事 人家對你好 你就對他好 鬼佬對你客氣 你對回去客氣 鬼佬對你不禮貌 你千萬不要禮貌對他 你告訴他 我們也不是很欺負的 如果人家動手 你合法地自衛 是沒有問題的 不是現在他用拳頭膠打你 然後你拔槍射他 是不是 而且這裏 會發生這些 這樣的 事情 所謂 山水有相逢 拳頭有相撞 經常都會發生的 打完之後那些鬼佬其實不是很記仇 不需要好像一群藍絲 小粉紅那樣 被打完了好臭啊 希望國家強大一些東西幫我幫你毛嗎 你有沒有見過解放軍派戰狼來幫你 弱智 國家強大有倫用嗎 你那個垃圾國家 不要再把那些扭曲的情緒 發洩在民族主義身上 你給鬼佬打 你研究一下甚麼原因 如果單純是那個鬼佬有問題 你就會去找人找他 請問有甚麼問題 所以整條影片 整個Agenda 出來了 整件事 其實就是想 老屈英國 這一節就是Investigative reporting 跟大家調查報導 用邏輯和各種 分析 去論證 其實這件事就是 藍梅五毛的抹黑 跟大家說到這裏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幫我們繼續按廣告 無限loop大發播放 記得節目按LIKE 還有Facebook 記得幫我們share post share我們的新聞 這節說到這裏 拜拜